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余值的心要减 自私的心要减 不要有自私的心 优异也不要有优异 爱心要沉 要多一点爱心 智力要多一点 感恩要多一点 贪心要除掉 自卑要除掉 恬恨要除掉 我跟两位仁波切讲 这个丹真伽措跟徒登西地 智力要成 智力要成 懂吗 自己要规定自己的生活 生活起居 你要自立 当真伽措跟徒登西地 不要半途而会 你既然称你是仁波切 你要自立 你自己的生活 该读书的时候 要读书 该睡觉的时候 要睡觉 该起床就要起床 过有规律的生活 该修法就要修法 读书 修法 睡觉 起床 都要在同一个时间 都要在同一个时间 你要玩耍也可以 但是你规定你自己玩耍的时间 你要去玩都可以 但是你要规定你自己的时间 一天可以玩多久 你要有智力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 这个少林寺有所谓的戒利宴吗 少林寺是有戒利宴 雷藏寺也自己也有自己的戒利 不能说我是仁波切 我是自由的 我已经二十岁 你是十八岁嘛 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睡就睡 不想睡就不睡 或者我想要出去玩就出去玩 玩一整天就玩一整天 不行的 不可以的 要读书 要修行 几点 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做什么事情 要有规律 这个智力要成啊 很重要 两个仁波切 台湾的 图灯西地也是一样 读书就读书 修行就修行 玩就玩 该睡就睡 不乖 不乖 睡的时候不能睡 要自己规定自己的生活 这样子才会有增长 你才会增长 不然你就下堆 叫你仁波切 我告诉你 称你仁波切 就是把你推下海 你自己要游泳到彼岸 上师法师也是一样的 叫智力要颜 自己智力自己 晚上不睡觉 玩手机 玩一整夜 白天才打瞌睡 都不可以的 所谓智力要成 这里还要 你是仁波切 智力要颜 以前达赖喇嘛不是 说我是达赖喇嘛 我告诉你 那些亲教师在叫达赖喇嘛的时候 也拿藤条打的 你要写金 教你 你要乖乖地坐好 就算达赖喇嘛也要坐在椅子上乖乖地读书 你不读经 马上用达的 达赖喇嘛也是你要知道 你不要以为达赖喇嘛好当 他要写很多经典啊 他要写很多经典啊 要写很多东西的 班禅也是一样 那些 那些仁波切也是一样 你要当事的事主将来 当雷尚事的 方丈 全部要读经 要读书 学问要好 他们在藏人都学英文的 你自己要学会几种语言 你要学会 师尊是中文 你要学会中文 你也要学会英文 你要学会越南文 Because you are men and people 你还要学会越南文 还要学会英文 还要学会中文 能够的话 你要学会藏文 这些都要学的 仁波切不是白当的 不是吃饭的 所以两个仁波切 都要注意了 大家都在用眼镜看你 你没有成就的话 照样的 敢出本宗 宗派不留你的 你没有成就的话 敢出本宗 你去外面 到社会上去当仁波切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来证明看 您安太岁了吗 台湾雷藏寺欢迎您 生肖鼠虎猴蛇猪 这些朋友要特别留意喔 新年祈福 台湾雷藏寺欢迎您赶快报名 安太岁和光明灯 详情请殿0492312992 燃灯杂志是 真佛中最受欢迎的杂志 不但发行全世界 广传真佛秘法 并且记录着当代法王 卢盛宴所有红法的精华内容 值得珍藏 欢迎您加入护持的行列 详情请殿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再来看 连蛇法王卢盛宴 在美国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之后 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 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 人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 我们敬礼 今天父母的祖尊 北方多闻天王 皇财神神巴拉 我们敬礼 谈成三宝 神母 丹真干凑 徒登西地 隔月上师 教授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愛してる シャラゲ オラ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スゴイ イチバ キモチ チュウミ ヤビ プリンプリン こんにちは 大家午安 真好 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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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乖 神好 现在呢 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是九月二十七号 九月二十七日 下午三点pm 这个父母的祖尊是 大随求菩萨 父母法会 大随求 大家也知道的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求 随求随因 大家都可以求 随求随因 所以这个菩萨 是大随求菩萨 他的心咒是 Om Maha Vlati 三路所行 Om Maha Vlati 三路所行 他的咒语 他的手印 这个右手掌心向下 左手掌心向上 双手合并 如同经典的那个 那个叫做 精什么 精切 精切 双手合并 双手合并 就像精切一样 这个解法是这样子 他的手印 以前我唸 以前我唸这个咒的时候 Om Maha Vlata 就是 Zado Saha 其实不是Prada 是Prada 是Prada Prada 是一个名牌 明牌包包 Prada 大随求 这尊菩萨非常有名 这尊大随求菩萨非常有名 有人专门念大随求菩萨的咒语 因为人生就是在求这个愿望 人生大部分都是有所求 修到无所求非常困难 在有求的范围之内 这尊是所有的本尊当中 一尊让人家求愿的菩萨 你们如果已经修到完全无所求 那就不用足起 那在说法开始以前 先一个笑话做银子 林基 陈碑碑 昨天去看医生 陈碑碑讲 医生 我的肠胃有问题 医生问 你的大便规律吗 大便是不是很规律 陈碑碑讲 很规律 每天早上八点 我准时大便 八点准时大便 医生就问 那么既然那么准时 还有什么问题呢 陈碑碑回答 问题是 我每天早上九点才起床 师尊本身的生活很有规律 我生活是很规律的 而且很顺 我告诉大家 将来每一个人到达八十岁 或者是九十岁 你能够不包尿片 就算成功 我昨天晚上讲 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但是第二重要 大家要记住 第一重要 这是修行 因为它可以了生死 脱轮回 第二重要 第二重要 是身体健康 因为身体健康 是真正的财富 第三重要 才是金钱 那么 我们期望 下个礼拜天 大水球菩萨 大家可以起焉 修行 修行成就 身体健康 禅言滚滚 这三个有了 其实什么都有了 想要了解真佛宗 每周最新的新闻 您一定要看真佛报 真佛报有真佛宗的 最新公告资讯 有世界各地大场讯息 有善知识的心得文章发表 有最新的医药尝试分享 有济世助人的真实报导 更重要的是 身佛报报导了 根本上是连生法王的 最新动态 及最新的传法开示 欢迎上网阅读 或来电免费所趣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如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童修 并讲解金刚经 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母法会 欢迎您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络直播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那么现在进行 你问我答 感恩师尊 新加坡的临花光滑 感恩师尊 请问你 当我修法一半时 肚子疼 去厕所回来时 需要重新开始 还是可以继续 要修什么法 来克制 邪淫的诱惑 谢谢你 告诉大家 你修法修一半 突然肚子痛 去厕所 回来的时候 你要先洗手 洗干净 重点 洗手 洗干净 需要重新开始吗 不用 你可以接着 再继续修完一滩法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接上去就好了 你突然之间 有人敲门 你要去硬门 也是一样的 你看今天相应的 那个消化 也是上厕所 今天第一个问题 也是上厕所 相应 相应 这个很 很难得 他问的 也是去上厕所 今天那个消化 也是上厕所 今天真巴拉 告诉你 真的是黄金铺地 真的 我是看到 这个房金掉下来 吐宝鼠 吐出一块 一块 那个金块 叠得跟屋子一样高 他真的有四伏 你知道 我们 饿出来的东西叫什么 房金 房金 饿出来的是房金 天上掉下来的是房金 今天讲了两个 笑话也是房金 问题也是房金 掉下来又是房金 哇 真的是 相应 要修什么法来克制 邪淫的诱惑 好像听到有人讲白骨观 谁讲的 先人法师 先人法师讲的 你真的有修白骨观吗 每天都有 以前有 那以前有修白骨观 去对质邪淫 现在没有 就是现在已经邪淫 我不能这样子讲 不能这样子讲 佛法里面 是有白骨观 其实这个很难 这个能够克制 是邪淫的诱惑 这个很难的 很难的 显教对于邪淫 深痛恶解 深痛恶解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我们密教 就能够修双生 显教不能修双生 不要以为 你学的密教 你就可以修双生 你就可以修双生 现在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 堪能者 什么叫做堪能者 就是说 你在 你在 双生的时候 也把它当成修行 应用你的气 脉 明点 跟你所有的仪轨 你能够在 也有入山 没地